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天 11月22號星期五的財經老點名 我是陳廣仁分析師 預渡大家一個美好的一天 還有今天是星期五 也預渡大家週末愉快 排骨一樣叫叫叫 有沒有發現今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突然發現昨天原本 輝達財報公布出來說 他盤後一度大跌5%喔 結果有沒有看到收盤的時候 竟然是收盤的時候 漲0.53%左右 發生是說 如果你真的要去拼那種短線的話 我告訴你 你永遠都拼不贏 那些短線的主力大戶 不管是揮達也好 不管是之前的美債 如果你有在投資美債ETF的人都好 還記得九月份的那一次嗎 一堆人跟你說 降息循環要開始了 你趕快買美債 結果通常買在高點 可是最近呢 最近美債也開始打底囉 所以以中長期而言 趨勢不會改變 但是短期間而言的話 你 我老實告訴你 你做不贏這些 成本比我們更低 然後手腳比我們更快 甚至用電腦直接不需要人腦 不需要人眼睛去看盤的這些 當從客跟所謂的電腦的交易 程式的交易 所以我寧可你 趕好把這些法人的觀念 把它學回去 在我節目裡面 我不會給你天天掌停板 但是我會給你很多很多領先的資訊 法人的看法 所以這是一直以來 我在8點鐘 這是全台灣最早的盤前解析的節目 能給大家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其他節目都給你新聞 8點鐘只有我敢坐在這邊 來跟你分享 我每天早上都要5點半就要起床 所以話說太多了 趕快來看一下 昨天的台股 你看中場下跌了132點 你就會覺得 昨天下跌台股 可是你手上的個股 我想應該都還好 你看 昨天其實 成交量只有3487億元而已 所以屬於一個價跌 然後量縮的一個情況 然後一直跟大家提醒到的 我告訴你 我知道的內資主力法人投信 他們已經正式開始他們的 季底 年底的作戰行情了 所以昨天的OTC貴買 有沒有看到 上漲的0.83% 紅通通的 然後昨天的一些 比較屬於熱門股的部分 也快速跟你排序一下 我喜歡兩兩兩兩去做對比 你就知道這些個股 在走什麼樣的行情 或者你該怎麼樣 去做一個應對了 第一件事情 我們看的是台積電和鴻海 你有沒有看到都跌了 但是其實跌幅都不深 為什麼 我跟你說過了 台積電 每次跌到1000塊附近的時候 自然會有一些逢低的買盤去做進場 甚至官股黑手 那些護盤的基金 會去用力的買它 可是一往上漲上去 它就倒給你 倒給那些去做最高的散戶 然後鴻海也是一樣 200塊以下都是投資價值 可是到220甚至225甚至234.5 它那個前波的高點 直接給你看2317 有沒有221.5 然後再往上面看的時候234.5 是不是都很明顯很明顯的 不想給過的這樣行情 因為拉了台積電 拉了鴻海 它就一定會噴上去 指數就會噴上去 可是噴上去的時候 中小型個股就會弱掉 所以控盤者手腕很好的 很積極的在這邊做一個上下起手的動作 這是兩支很重要的大型股 然後另外兩支也跟你對比一下 神達跟洪准 洪准我昨天前天都已經跟你講很清楚了 我告訴你 有大人 不是大人哥的大人 是有力人士 他爸爸鴻海不想給他長 為什麼 他明明就很穩健的在做經營 結果被一般的市面上捏 其他的頭顧老師 喊到快變妖魔鬼怪 然後你看喔 2354的洪准 你如果把線型把它切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有啊 它真的底部型態很漂亮 還記得我們跟大家說到的嗎 75塊5 76塊這邊 就是它的轉強點 這個水平線 畫在這裡畫很久了 噴上去之後 結果呢 洪海 他轉投資的投資公司 公佈出來說 我要賣14000張的洪准 啪的一下跌停板 我就跟你說了 很多很多的人在這邊做追高 聽到新聞 聽到別的節目跟你說 掌停板 100塊 100塊震上去再噴出去 這是洪准 你看到這種線型 它目前已經多頭型態 短線上面被破壞了 可是中長期而言 隨著那塊 是它持續再去做一個努力 去做認證的地方 所以 守穩之後 再觀察 另外一檔個股 3706的 神達 昨天掌停板 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條水平線畫在這邊 再給你看一次喔 2354的 洪准的水平線 3706的 神達的水平線 有沒有漲得一模一樣 可是為什麼昨天的神達 能夠再繼續漲停創高 原因是因為沒有那種特定的籌碼 把它壓下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的話 它依然還是有一些做夢的行情 然後在第四季的這種AI 回穩在上的行情裡面 佔有一席之地 所以這幾檔個股先跟大家講 你會觀念想說 先做一個小結論 台股基本面沒有問題 干擾的部分都在於追高殺低和籌碼面的問題 所以你要盯著 盯著我們節目 還有盯著 我希望給你更多更多的一些資訊 放在line上面 來跟大家做相關的提醒 剛開始的時候 先跟你講這幾檔個股 你看其他像是什麼 台光電 昨天漲5%多 CCL 之前很委屈的 可是這種底部型態 我認為都漂亮 你看2383 來有沒有 底部型態 整理 轉強 漲5% 這種很多的族群 很多的個股 都可以找到這樣的一個方向 好的股票 持續跟大家做相關的分享 先回來到看美股 因為我還是喜歡 先跟你講一下大方向 所謂的大方向 就是美股和經濟數據 所帶來的波動趨勢的方向 我們台股的話 就只會跟上 就是會跟著這些趨勢的方向走 哪一天美股要崩了 台股也躲不掉 但是如果現在目前看起來 你看 輝達財報正式公布了 昨天凌晨公布的 昨天我還特別 早上跟大家說到的是說 你不用管短線 先下在上的 直接噴上去的 然後崩盤跌破季線在上的 那是他前三次的狀況 所以這次你根本不用猜 因為你猜不贏 可是如果以一個AI的趨勢來說的話 他就是要向上 所以今天清晨揮達的股價 也收漲了0.53% 然後台積電ADR的話 也上漲了1.53% 然後其他個股的部分 你看這四大指數 道瓊S&P500 納斯達克跟費城半導體 全面收漲 然後呢 往下看下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 有啊 老實話是Google跌了4.5% 慘了慘了慘了 啊 AI有問題了 因為AI它也有Google AI 錯了 它為什麼而跌 你去看一下 它不是基本面的問題 它是因為 美國的司法部 要求Google把Chrome 就是你現在目前手機 安裝那個瀏覽器 把它分拆掉 而且你不准再碰瀏覽器了 因為你壟斷市場了 所以那是Google的問題 不是AI的問題 那AI看起來目前 大家都在軍備競賽啊 全部都在買機器啊 全部都在買AI伺服器啊 所以待會再給你看一下 回答的一個狀況 然後另外美超微的話 雖然昨天 今天星辰收盤大漲了15% 但是這種個股 我已經沒有辦法分析了 因為這種個股的話 已經陷入到一個比較 證管單位 就是到底納斯達克 會不會讓它下市 這不是我們說的算的 這都全部都回歸到法規 或者它後面的一些 運作的方向 但是它就算下市好了 過去它下市的時候 它的相關的供應鏈 全部都拿得到錢 因為公司仍然在營運 只是它不能 在上市的市場上面交易而已 可是它公司依然還要 收訂單 還要出貨 然後還有員工 還要照顧 所以這些個股 我就覺得先簡單的分析到這邊 今天清晨你會看到 兩大報紙的頭版頭條 經濟日報好了 經濟日報的頭版頭條 它一樣還是在跟你講揮答 可是我們昨天的 早上的時候 我就跟你說了 你看揮答財報 在昨天早上的財經早點名 你現在是收看的節目 已經跟你做過完整的減息了 我跟你說它很棒 可是市場上面希望它更棒 所以考100分的人 資優生 他被要求考120分 這是他昨天 盤後為什麼下跌的原因 然後我還特別講了一句話說什麼 Blackwell已經正式出貨了 需求是什麼 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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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看到 然後我跟你說什麼 沒有過熱的問題 新聞跟你說什麼 那個機架過熱了 出貨延後了 然後什麼什麼 一堆的奇怪怪的事情 都在前幾天的新聞都看到 然後我昨天還特別跟你說 需求驚人 這是我看到的一個重點 因為沒有 就是未來幾個季度 都是供不應求啊 所以它的下一個季度 375億很多了 它本來應該要更多的 只是卡在供應鏈那邊而已 所以不是回答成長性的問題 而是台積電的COAS的產能限制 然後相關的供應鏈 有一些瓶頸 所以帶來了它被壓抑它的成長性 好不好 你要聽懂這些東西啊 不是看新聞裡面亂喊的啊 然後我順便跟你講 需求驚人的 有沒有看到 經濟日報 頭版頭條 揮答財報 這個要念禁還是念量 那個台灣跟香港的那個念法不太一樣 反正就念禁好了啦 這裡伺服器 需求 驚人 你有沒有看到 昨天跟你說的東西 今天才變頭版 然後頭版就直接來抄我的標題 因為記者會不會太好混了 當然我有些很好的記者朋友 所以我這邊稍微在消消我的這個音量 但是我覺得大方向一樣啦 大方向的話就是希望你 能夠提前拿到一些豐富的資訊 然後我希望你可以真的在市場上面能夠賺得到錢 然後做短線 再次做一個結論啊 上半段的結論就是 很難贏 你很難贏 我很難贏 我的會員很難贏 我與其這樣子 我不如做好好的做核心持股 做波段操作 好好的把 你看像之前萬潤50%把它賺起來 還有誰 上全50%把它賺起來 這是我們該做的事情 你不是今天給我買低點 明天賣高點 然後賣高點的時候 你覺得我賺到錢了 結果噴上去了 後面那一大段 通通賺不到 或者是裡面追高殺低 追高殺低 結果砍在低點 又彈上來了 又賺不到 所以這是現在目前很多很多的 投資朋友們的問題 下半段回來我會跟你講 更多更多的一些重點 現在目前的台股 我認為叫做夢行情 跟做帳行情 還有就是很棒的旺季行情 下半段回來好的個股 下半段結束了 揭曉 好 歡迎回來到財經早點明節目現場 我剛剛上半段實在有個激動的 有沒有感覺 我真的希望 希望我們的投資朋友們 看我們節目之後 真的可以 就是可以在市場上面 能夠找到一些 比較屬於法人的看法 不要你看別的節目的時候 天天都跟你 天天掌停板 好厲害 好恭喜會員什麼的 沒有那麼厲害 天天掌停板 我就不用坐在這邊了 可是我覺得這邊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真正重要的法人的觀念 我們好好把第四季的行情 把它轉起來 這樣說好不好 來 所以上半段的節目的話 我也跟你講過了 因為揮答它真的很棒 AI真的很棒 其實它的棒 一方面是因為趨勢所使然的 另外一方面是因為 它真的跟我們的護國深山 台積電 穩穩的去做一個密切的結合 所以現在目前的狀況 下一季度 也就是這個季度的揮答 它的成長不是不夠好 而是只是純粹卡在台積電 跟相關供應鏈的產能 所以你不用去拆那個什麼短線 你只要顧慮到的是波段 大方向 AI的趨勢 120分 它雖然沒有考到 可是它怎麼樣都是100分 所以今天清晨的揮答 給你看一下K線好了 這個是NVDA 好有沒有看到 一個爆大量的長相 上影線跟下影線 就是多空在交戰 但是如果以長期而言 這就是創歷史新高的回答 然後這也是 我跟大家說過了 你不用拆短線 甚至有一些投資朋友們 最近還在問我 那個00687B 00687B 那個美債怎麼辦 我講過了 因為你看 為什麼它有那個高點 是因為預判了你的預判 多少人跟你講 九月份要降息了 美債要上漲了 但是它早就已經漲上去了 然後就在你去做追價的時候 倒給你 00679B也是一樣 00679B 這是元大美債 一模一樣 但是最近的美債 已經開始在打底了 可是這個打底也需要時間 這邊給你穩定現金流可以 但是你要給你很好的報酬率 很難 就像0056 好 有沒有看到 目前為止元大高股息 也是大家都很喜歡的存股 因為它存高股息 結果咧 你只有拿到幾%配息 5% 6% 結果你賠的是什麼 賠的是你的價差 7月份那一次的除息 趴了一下到現在還沒有填息 然後呢 現在這個是10月份這次除息 也都還沒有填息 00878 一模一樣 沒有填息 沒有填息 你賺了股息 你賠了差價 我都說這些都還有救 我所謂的有救的原因是因為 一根停板就把你救回來 你要硬要這邊 就是存到懷疑人生 存到懷疑你到底這個未來的 這些個股到底好不好 不用這樣子 真的不用這麼辛苦 60 687 比這樣子才10%而已好不好 33.81 現在目前30.43 對啊 一根停板就把你賺回來 你不用在這邊 在那邊耗上耗下 當然 如果你是退休組的話 你就持續持有它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真的沒有問題 那問題的話就是 你要追短線的利潤 那絕對是不可能贏得了那些 短線客的部分 回來到最近跟大家提醒到的 我看一下 來畫面先簽完給我 我們先回來到下一頁 還是要跟你講一下經濟數據 誰跟你講經濟會衰退的 最新出領事業救濟金 21.6萬人 低於原本市場在預估的是 22萬人 然後現在目前Fatwatch 估降息一碼12月的機率的話 只剩下55.9了 也就表示說目前看起來通膨微微增溫 然後經濟數據是依然強健 所以這邊聯準會對於降息的態度 又比較屬於停看廳的動作 所以12月降完之後 他們快去做一個觀察 可是至少也代表的是 景氣真的不差 不壞 不要再被新聞再跟你說 很恐怖 又被嚇到了 然後往下去看下去的時候 我剛剛上半段也跟你說過了 這張投影片我就快速帶過 因為台積電鴻海他真的很棒 但是他也真的很難做 所以反應明年 他就不會是現在這個價錢 可是反應短線 我建議你真的去找一些 比較好的個股去做一些操作 因為第四季它真的是做夢的行情 那還記得嗎 沒關係 我們繼續接下來 來 這個是我前幾天 你看這是11月13號的時候 就跟你講到的 那時候剛開始BBU 開始噴上去的時候 我跟你講說 台達電光寶科很大支 你看它就好了 可是有一些個股什麼 6781AESKY 然後順達3211 然後新勝利4931 這種的話 這才是真正會做夢的小型股 小支的比較噴 小支的比較飆 但是他們在飆的過程之中 我也拜託你 就是不要看到一個漲停 就去追他 因為有很多的那種當衝客 隔日衝客 就是喜歡看到鎖漲停的時候 你說漲停的好厲害喔 我去買一下 結果就倒給你 你有多少這樣的經驗了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有超出股票的人 就知道那種痛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的話 其實我前幾天 比較少在講這個族群 那我為什麼要跟你 特別這樣講的原因 就是因為 你看4931的新勝利 有沒有 我們這邊它今天 它昨天又在創了波段新高 又漲8%多 然後誰 3211的順達 它昨天 誒 又漲停了 這個波段 它從100出頭這邊開始起漲 昨天已經是177了 所以這種股票 你如果真的要提早 能夠找到這種股票的話 就請你把我的LINE跟YT 把它看起來 還記得嗎 這個是11月13號 你剛剛看到的那個時間點的順達 已經到157了 剛剛你看到的是177 所以這些相關的個股 他們就真的是很有夢 但有一種個股的話 我也跟你說過了 這種個股我覺得 請你小心為妙 因為這種個股的話 是炒作的比較居多的 來得快去得也快這種個股 因為它真的很努力想要去切入到AI伺服器 可是它目前真的我認為它的技術 包含它的子公司 萊寶這些相關公司的技術 真的是相當的是距離一段很大的差距 所以這樣情境之下的話 他們會比較偏個股跟籌碼面的優勢 我再次跟你提醒 你絕對做不贏那些主力大戶 所以這種個股的話 請你小心為妙 因為其實我覺得台股的行情 真的沒有問題 那台股現在目前的問題的話 依然還是在很多很多的 投資朋友的追高跟殺低 那我也跟你說過了 因為我們節目時間都很有限 所以在我的YT頻道 你可以跟我做相關的互動的對話 然後而且我也跟你說過了 還記得嗎 我前幾天就說 有粉絲問我說 老師老師那個上全還沒有看好 我說西光子很有夢啊 這個夢其實是台積電幫大家點出來的夢 COAX也好 西光子也好 面板級刪除型封裝都好 這些個股他們都是 未來台積電會持續發展的方向 所以我一講完 有沒有看到 它那個隔天又漲停板 我們的LINE也好 我們的那個什麼 YT的留言板也好 很多的 你可能那種主力大戶都來這邊偷看的 我跟你說很多很多 那當然有一些相關的問題的話 我也會在我們的LINE粉絲團 來幫大家做相關的互動跟分享 那還有一點點的時間 我還是跟你講一下期貨 因為最近我們的期貨的勝率非常非常高 然後到禮拜三的財子期貨的 11月份7月的結算的時候 我也把我們的7月的績效 賺1600點 一口可以賺32萬的這樣的績效 來公告給大家 但是我跟你說了 我絕對不是穩賺不賠 而是我們幾乎是做到一半一半而已 我賠一筆賺一筆賠一筆 結果你看這樣還可以累積 因為我會是大賺 然後小賠的 我賠我可以停損好100點 可是我可以賺200賺300 所以這才是真正的操作的一個重點 那整個11月份的績效 跟今年以來的績效的話 我也供你做參考 那這份績效的話 我敢在那邊亮出來的意思就是 我們會員團隊 我可以帶著他們做得到 他們可以自己 用我們的聚保期那個平台 去可以看得到 然後做得到 這些訊號都是清清楚楚 可供驗證的 如果你有想要做期貨 如果你想要多學一些 這樣子好用的工具的話 來把我們的Line跟加起來 或者是直接用電話來跟我們做洽訊 那當然如果在目前的話 就是11月份的剛開始的7月的話 我們剛開始也可以有一個不錯的剛開始 因為你看這邊有一個空訊 空訊的話是192點的一個獲利 然後其實這段行情裡面 真的有很棒很棒的機會 只差你有沒有去好好把它找出來 那時間還有一點點 我還要再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補充 也就是說我雖然跟你說 我們有一些看好的個股 有一些看好的族群 但是我拜託你 你不要看到我的節目 不管是早上財經早點名 或者是下午的盤後解盤 就給我跳下去買 還記得嗎 剛剛你不是有看到 3363的上全這天 大跌這一天的時候 結果有粉絲問我 我說依然還有夢啊 結果隔天漲停板 結果漲停板之後 再隔天又漲了一個5% 漲了15%你才去追 昨天就給你跌0.9% 這個族群沒有問題 可是這個族群的話你要小心說 你看像昨天的上全跌了對不對 然後給你看一下 3450的聯軍漲 6451的訊星跌 然後還有誰 6442的光盛漲 所以當這個族群 開始有點走勢分歧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一個問題 是這個漲勢就開始有可能不連續 或者是不連貫的這樣一個問題 所以看我節目 我會跟你講大方向 可是個股的操作的部分的話 你可能還是要有一些自己小心 然後自己手好停損跟停力 因為畢竟我在節目上面 我對我們的粉絲就是教學為主 可是如果是我們自己的會員的話 我就會很清楚的來帶給大家 正確的一個買賣點的操作 那有任何問題 Line把它加起來 或者等一下的電話也把它打進來 我們好好來幫你把第四季的行情 把它賺起來 排苦加油 大家有 我們盤中見 叫叫叫 按著名人 抖開 我們 要來 要現在 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